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斯图加特也是比较轻松 但昨天教练跟我说 因为这边场景跟斯图加特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把以前的比赛全部忘掉 其实今天打得比较跟着自己的节奏在走 郑杰昨天的对手是赛会头号种子沃兹尼亚奇 比赛进行到第七局结束时 丹麦人因为脚踝伤是复发 申请了医疗暂停 尽管包扎过后 他又重新回到赛场 但在首盘以3比6高负后 丹麦人为了避免怀伤加重 最终选择退赛 郑杰也因此晋级 四强中中国金花包揽两席 对 我觉得 因为我们俩今年在奥王的时候 就都进入了四强 然后这个比赛又这么巧 两人同时又进入四强 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一些 希望能够会试决赛 我觉得是最好的结果 女足亚洲杯 中国队今天晚上将迎战越南队 能否实现赛前制定的前三的目标 本场比赛尤为关键 在昨天进行的赛前训练中 韩端已经回到助力阵容中 他表示自己的体能已经没有问题 对阵越南能不能首发 还要看战术的安排 不过徐元 庞峰月等队员 还有伤在身 伤势一直大家都有了 所以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怕队员觉得可能信心上有点影响 之前越南队仅以0比2赋予澳大利亚队 对手的顽强让中国队不敢小事 此意中国队只有全取三分 才能取得出现的主动权 我只要觉得大家伙伴不轻视的 能够正常的发挥水平 应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能打好场比赛 亚买加闪电博尔特 昨天下午飞体上海备战 本周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田连钻石联赛 20号下午1点40分 身着休闲服的博尔特 刚刚走出浦东机场 国际到达厅 就引来了数十家中外媒体的争相拍摄 往后退 往后退 本赛季首次参赛的博尔特 19号在韩国大丘的比赛中 以9秒86轻松摘得100米的冠军 并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 博尔特表示目前他的状态不错 不过没有盖一等强大对手的挑战 博尔特相信他在上海刷新世界纪录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赛程较满 博尔特遗憾地表示 可能抽不出时间去参观上海市博会 来上海参赛 是博尔特继北京奥运会后第二次来到中国 这次博尔特也希望能用上加表现 回报支持他的田径迷 目前参加钻石联赛上海战的世界田径高手 已经陆续抵护 人们关心的另一位明星 古巴选手罗伯斯 因为赛程安排有冲突 无法来上海比赛 所以在韩国大秋110米兰比赛中 战胜罗伯斯夺冠的美国人奥利福 将成为刘翔的最大竞争对手 北京时间本周日凌晨2点45分 本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 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上演 而对阵的双方是 易甲豪门国际米兰和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拜仁慕尼黑首先召开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球队的当家球星罗本表示 拜仁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球队已经为周日的决赛做好了准备 在介绍自己球队情况的同时 罗本还不忘评论一下 自己在英超切尔西效力时的主教练 现在对手国米的主帅穆里尼奥 罗本认为在决赛赛场上 对手极有可能会为了胜利 选择保守战术 但不管对手怎么打 拜仁都会选择放手进攻 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本赛季 国米和拜仁的战绩都称得上出色 不但闯进了欧冠决赛 同时还都获得了国内联赛和杯赛的双料冠军 在周日的决战中 两支球队都将拼尽全力 争取实现三冠王的梦想 同样在20号 欧足联终于公布了本场比赛主裁的人选 英国籍裁判霍华德·维布 将率领同样来自英国的边才和第四官员 执法本场巅峰对决 今年38岁的维布经验丰富 下个月他还将前往南非执法世界杯 好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 各位好 来看天气 这两天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天气 都是又干又热 就拿天津来说 昨天竟然是超过了35度 这也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了 最小相对湿度也就只有11%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初夏时节的短暂现象 未来几天干热将会是这一带天气的主要特点 今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 同样是夏天 一边是烈日炎炎 另外一边却是暴雨如注 今天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 一直到广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道暴雨出现 特别是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交界处 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 那相比来说西藏东南部这里呢 虽然说降雨不像江南和华南那么强 但是呢 最近十来天西藏东南部频繁遭遇降雨 那特别要防范地质灾害 到明天的时候啊 南方的强降雨会向东向南扩张 广东广西的雨也是会越下越大 我们最后再把目光转到北美洲 那今两天呢 美国中部的雨啊 将会向东移动 同时呢 范围也会减少 但是呢 在加拿大的西部以及美国西北部这里 下雨的地方呢 却会越来越多 好的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 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多云19到34摄氏度 长春多云17到29度 沈阳晴15到29度 呼和浩特多云14到28度 贵阳阵营转雷阵雨13到18度 济南多云18到29度 上海阵雨转中雨18到24度 广州阵雨25到30度 浮顺晴13到30度 唐古多云转晴19到30度 石盒子晴转阵雨14到32度 石嘴山晴13到28度 盐城阵雨16到24度 新雨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 贵林小雨转暴雨18到23度 深圳震雨25到31度 博山震雨25到31度 郭台华晴11到26度 华盛顿多云19到30度 伦敦多云12到22度 莫斯科晴12到25度 莫斯科晴12到25度 巴黎多云10到23度 东京多云19到27度 世博来了 我们用什么款待全世界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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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ea mea tum tum mèa lo la bu la And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Whand a noise is still with Shunlu 一起快乐舞v 伊利换代7000万世博来宾 创造属于中国的骄傲 伊利 世博会唯一乳制品 2010年6月24日至27日 2010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 邀灵相约 购物旅游天堂 义屋 汇聚行业精品 携手共创辉煌 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阵 东莞长安 世界文明的潮水奇观 全球著名的皮革专业市场 官朝圣地 皮革之渡浙江海 上海之根 内力松江 大新安领 横有家具 中国实名商标 全球新闻中国不报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